民進黨在四大公投產生 但是鄭文燦 林志堅跟林佑昌 三人執政的縣市 開出了4號 顏面光 交給李佩璇 好 來 國內大人廠 我們今天請到 再去把我們聊什麼議題呢 雖然大家都辛苦了 做這次的公投 不過結果就是人民投出來 結果我們都接受 也尊重民主的過程 不過我們要好好探討 這次數字其實也隱藏了很多的密碼 包含的是我們發現 三個綠營執政的縣市 包含了桃園 基隆 新竹 他們居然都開出了4號 這顯示出兩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都知道 在第一場的民進黨宣講的 這個座談會上面 就選在桃園主辦 重中之重 結果我們看到的是桃園的選民 最後居然投出了4個同意票 代表第一個 大家都是從論述出發 好好去看懂公投的主文 而第二個 是不是鄭文燦市長 他在忙著全台宣講 甚至還跑到屏東等地之後 自家放任他的大火 在燒各種不同的安全網的破口 等等的 他卻是支不禮貌 這樣子 我先講一下公投 其實 當然我們是輸了 這個要用賭服輸 可是你要看他的結構 他真的做到藍票北補 而且很補 因為南部天氣又好 他們盤又大 你看南部的台南 高雄加起來 大概贏了40萬票 就可以比這邊了 所以高雄就把雙北輸的 全部補回去了 台北贏一點點 桃園贏一點點 基隆贏一點點 新北的話 核四才輸 其他是贏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其實這是很激情的結果 但是全部加起來 我們是輸 即便 我說即便我們贏的話 他不會過門檻497 那個實在是高難度 所以換句話說 沒有公投綁大選 公投幾乎宣告死亡了 以後不可能任何的公投案過 不可能 這次投票率40幾% 也跟上一次來講 也沒有差很多 差10% 上一次50幾 大概差10%左右 所以這是我先講的 有關公投的這裡面 第二個你剛剛提到這個命 真的 鄭文燦 大家都知道是蔡英文最愛 對不對 他等於是簽訂的一個 一個等於是叫做什麼 2024的儲君 對 2024的太子一樣 就準備要讓他接位的 結果他的桃園贏整個是輸掉了 當然老實講 藍軍是很努力的 最後前幾天 桃園是還辦一個 藍軍的大的造勢 一千人以上的大的造勢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不管他怎麼樣來講的話 其實人民的影機還是血量的 鄭文燦以為他一定贏 那個大陣仗 在桃園市這樣辦這麼大的一個陣仗 這麼大的說明會 而且花這麼多的錢 結果還輸了 其實是很丟臉的 很丟臉的 那他這個離儲君的位置 有人說越來越遠 我不這樣認為 我認為賴清德是沒什麼機會的 因為他得罪蔡英文 他得罪蔡英文 上一次跟他要選總統的初選 那現在不要忘了 所有的提名權都在蔡英文手上 那會不會2024的總統提名權 也在他手上嗎 他可能也不要什麼初選 什麼都不要了 他決定 他是會最大 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不排除 不排除 可能就這樣子定了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看衰鄭文燦 我不這樣子認為 我覺得即便共同他輸了 但是蔡英文仍舊 有他的自己的主觀的堅持 我認為他還是會堅持 想辦法讓鄭文燦出現 或者是迫於形式 讓蘇貞昌出現 變成是台灣版的拜登 這個不無可能 因為遇到 就是如果在內部 他們在鬥爭的時候 發現蘇的力量實在太大了 他可能就手一放 那就蘇貞昌出現 蘇貞昌不會輸給賴清德 不會輸給賴清德 賴清德我認為是 我認為他的機會是很小的 因為在2020那一次的總統初選 他得罪蔡英文 這個得罪得很深 這個得罪得很深 我認為要補的話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其實這次鄭文燦 當然他在這整個拼公投的過程當中 我剛剛講到社會安全網曾經破 在最後這個階段又發含防疫 又出現了一些漏洞等等的 所以很多桃園人他可能會認為說 你應該要更花時間在我們在地上 所以也不知道這次是不是有很多 對於鄭文燦的不信任票也投意 等於反映在同意票上面 當然林佑川的部分是在這一次 包含的是機動捷運 包含了疫情 他罵柯文哲獲得了不少網路聲量 但是最終還是開出了4號 也因此他的臉書現在是靜悄悄的 好 林志堅是全台唯一 可以拿到5號的現市 這5號包含還包含了喝好水的公投 他也過關了 那林志堅在隔天 昨天其實有蔡英文這個 稍微召開了會議 大新竹還是要升格 還是要保他一個人嗎 我認為蔡英文如果這麼欣賞林志堅 他的人力 他們所謂的這麼強的話 那就給人家入閣當個部長 為什麼要折騰台灣大百姓呢 我們現在的地治法規定 要升格要達到125萬人口 彰化縣是有的 125萬 那你為了林志堅做兩大事情 第一個 新竹縣是合併 你要問老百姓同不同意 新竹縣民 新竹市民 他們要不要合併 要不要合併 要問一下 苗栗 苗栗再加進來 當然就超過125了 現在也是沒有考慮到苗栗 因為他就是算 完全是選舉算計 新竹市他們贏 新竹縣他們輸 但是兩個加起來他贏1萬票 按上市的選舉 2018年的 所以他就這樣算 認為合起來他會贏 可是把苗栗加進來他一定輸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不可能這樣做的 他現在就是新竹要合併 至於講的說什麼 彰化升格 雲加加合併 那個是陪襯的 陪襯的 彰化壓根完了 他也不會想到說 讓彰化去升格 可是你把人口降為100萬的話 那彰化就可以申請 那申請他會不會有什麼刁難 你也不知道 因為你要準的話 還是要經過行政院的運會 所以這種的一個修法立法 是最糟糕的 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沒有人在這樣做 就是因人設事 你因為林志堅一個人 替他找投入 他任期到了沒有投入 你替他找 然後要新竹縣市合併 告訴我們理由 想不出理由 只有一個理由 為林志堅 為林志堅 為林志堅求一個光位 讓他有機會來拚新竹縣市 然後又更何況 他是蔡英文的愛將 也是柯建民的愛將 所以今天就柯建民就提案 是不是 那也不管 事實上 在民進黨內部有很多的雜音 是不是 這到底是到底的因人設事 這是最糟糕的民主國家 最糟糕的一個立法的一個範例 非常的糟糕 非常感謝委員保貴時間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你看到這一次在公投的結果上面 其實很多縣市的版圖 都有出現一些不同的狀況 剛提到這三個縣市 他們都是綠營執政 但是這一次開出了4號 甚至在新竹市開出了5號這樣的成績 當然也有很多陽性市網友可能會說 那你怎麼看宜蘭 怎麼看新北 怎麼看台中都一樣 這代表是選民他用他的智慧 去評斷過這些公投的每一項主文 並選出他最支持的理念 但是也因此我們看到 當綠營的執政縣市開出了4號的時候 這到底是因為選民有仔細看以外 是不是還加上了 對這些縣市首長的不滿意 接下來2022馬上就要來到了 這也很值得我們再做後續觀察 我們把全鏡頭交換給棚內 請多挑戰 請多米兄 你 請多昨天 為了 我們一下 加油